一輪小貨車停在路間 車斗不斷冒出熊熊大火 竄出濃濃黑煙 駕駛一人站在大馬路上 等待救援 驚險瞬間 後方車輛全程募集 蔡新駕駛表示 當時正在停等紅綠燈 卻發現貨斗冒起濃煙 立刻把車停在路間 拿密火器滅火 但火事燒得又快又旺 再加上車上擺放棉被 桌椅等毅然物品 家用滅火器根本無法控制火事 所欺民眾見狀協助報警 一早那個貓檔 一早貓檔還直接滅火而已 在路營 駕駛人行車前 你先檢查車輛機 保持良好車礦 以為物質三級其他用路的安全 由於車主席號露營 因此貨車上擺放許多易燃物 使火勢燒得旺盛 好在警修及時道場 快速撲滅火蛇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原車新聞 這部電台東泰馬里 採訪報導